家里的汽车已经配不上我的身份了 到村子里收购一台了 哦 有个新告示 一百万收购豪华跑车 这人疯了吧 真是知心妄想呢 大家好 我是路吧 今天跟朋友约好了一起吃饭 我得抓紧时间了 等等 有个新告示 收购小汽车 价钱是一百万 哇哦 做太多了吧 哈哈 这个活我签了 赶紧去垃圾场找找吧 看看 那边有一辆别人不要的车 哦 嘿嘿 既然都扔到垃圾场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哈 嘿嘿嘿嘿 把它拿到土豪家去 土豪土豪赶紧出来啊 嗯 路吧 你有什么事吗 这是你要的汽车 我给你弄来了 哦 别开玩笑了 这么货的车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哦 原来不是什么车都可以哦 太难了 哦 还不是忘记的时候 想个办法把它改装一下 不就好了吗 哦 正好加点矿石比较多 哦 嗯 OK 改装完毕 赶紧给它放过去吧 嘿嘿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吗 哈哈哈哈 喂 赶紧开门啊 嗯 你又有什么事 你看看这辆行不行 这可比之前的好多了 哦 不行不行 太寒酸了 不符合我的身份 啊 不是吧 要求这么高 哦 我忘记了 哈哈哈哈 哦 哪边有一个费气的厂房啊 嗯 是个什么呢 打开看看 哦 哎呦 好像是用来改装汽车的 哦 哇 哈哈 真是天助我眼的 哈哈哈哈 有三个电池是吧 我知道哪里有 哈哈哈哈 机械是地步它们身上 肯定有电池 嗯 好了小伙子们 为了我的一百万 你们就乖乖躺下吧 哼 前前轻松松了 电池到手了 我可以启动装置喽 把电池放上去 嘿嘿 装置启动了 哦 这玩意儿是用来分解汽车的 它能把完整的汽车拆成最原始的材料 所以我决定 开解掉之前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汽车 然后用获得的零件 来做一辆真正的豪华跑车 OK 零件到手了 开始加工吧 哦 忙了一天一夜 终于是大功告成了呢 哈哈哈哈 把它摆在土豪家门口 嘿嘿 真帅啊 这次绝对没问题 土豪赶紧出来啊 怎么 又要看什么垃圾 你看看这是什么 哇哦 桃花跑车 干得不错 这是给你的收购费 谢了哈 哇哦 居然真的有一百万哎 哈哈 我发财咯 哈哈哈哈 哇哦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